臺灣經濟利潤已經成立了六年出頭 我們在這過去的六年裡邊辦了無數的活動 光是在三年裡邊就辦了160場地上的活動 也曾接政府的研究計畫 臺灣經濟利潤在過去這六年裡邊 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臺灣的經濟力能夠真正日上 那麼在過去這六年裡邊 我們透過了跟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密切的結合 希望能夠發掘問題 而且最重要就讓我們臺灣的制度 能夠慢慢慢慢的有所改善 在過去的從2008年開始 也就是民國97年開始 大概97年98年去年跟今年 臺灣經濟利潤在領先全臺灣的各機構之下 我們推動了幸福指數的調查 在2008年 2009年調查幸福指數的時候 大家還不是能量的一個熟悉 知道說幸福指數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但事實上幸福指數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22縣市的同胞們到底是怎麼樣來感覺 他在各個縣市裡邊生活的幸福滿意度 那麼2012年我們在進行幸福調查的時候 是由觀望集團的愛普羅民調公司來幫忙執行 1萬7千份的一個民調 非常規模 非常大的 同時也因為臺灣經濟利潤在推動幸福指數 這麼一件事情之後 馬總統在競選的最後一次公辦政見發表會 他也說我們要辦理全國的 這個幸福指數的一個調查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年在我們的主技術 也辦理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幸福指數調查 我們的列明是全亞洲第一 但是我們的新聞媒體就覺得說到底有沒有這樣子呢 其實以我們過去的私事調查的一個經驗 我們理解到在臺灣民眾的幸福感其實是非常非常深的 尤其是跟家庭跟個人方面的這種幸福感 這還蠻不錯的 不過特別特別的是花蓮縣一直都是綿綿前茂 所以我們今天到一個幸福縣的花蓮 那麼來舉辦這一次的經濟高峰會 感覺到特別的一個高興 花蓮我們大家都曉得 花蓮的地理環境非常特殊 那麼在花蓮裡邊就有齊萊山 有南湖大山 有秀湖南山 到以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四山座 所以我們是一個三個大縣 當時我們花蓮縣也是一個海的大縣 把它稱之為這是一個山海大縣 山海大縣在文化觀光的一個領域裡面的話 其實是絕佳的一個景點 我們從來都認為花蓮是一個臺灣的後花園 但是臺灣青春令人還不這麼想 我們認為後花園這三個字 後其實不太理想 我們最好是能夠變成為臺灣的東方的花蓮 也就是東大門 我們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那麼也很高興的我們臺開的董事長邱生先生們 他就要來談說我們怎麼樣把花蓮變成一個東大門 那麼花蓮是最早有國家公園的 我們泰普閣的國家公園 我相信吸引了非常多的遊客來參觀 花蓮也是國內面積最大的一個縣 我們的山林廣貌 各種的溪流也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同時氣候上又化了熱帶跟雅熱帶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所謂的生態的多元性 以及這整個空氣的清新等等 都是一個觀光大限的 非常好的一個資源 這是一個天然的一個資源 那以今年來看的話 今年到10月份 我們外來的本地的遊客來李宇潭 泰魯閣 秀布南西的 所有的旅客已經超過了750萬人次 我想這個數目字如果跟四五年前來做對照的話 我們發覺到這是一個高級的高速的一個成長 那這種成長呢 顯示了 我們也呼應了說 在兩岸關係緩和之後 有更多的路客來排 如果我們現在稍微看一下新聞媒體的話 也會發現到說 香港的 澳門的 尤其是新加坡的 這些外國的旅客也越來越多 甚至於我們很多 我剛剛提到的時候 我們有陳大使 陳大使應該要多宣傳一下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這個駐外人員 他們駐到 對不起 外國的駐台人員 主管 紛紛的要規劃移民到台灣來 這是從來沒有發現過的一件事情 這可見得說 我們過去這二三十年 一個民族轉型 然後再加上一種文化的 這個慢慢的涵養之後 台灣的觀光環境越來越好 而所有的觀光環境裡面 最好的就是花蓮縣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我們非常高興的發現到說 過去這四年裡面 副縣長在各樣的縣政作為裡面 都是領導雄倫的 比方說花蓮人的生命延長了1.75歲 比方說就業率 比方說還債的比率 我特別有興趣的就是 副縣長總是在提到說 在不同的環境裡面都提到說 以前在每一次的縣長的選舉 就是花很大的錢 然後能負債很多 也許10億 也許是20億 高達21億 但是在副縣長任內 就逐漸的來減少負債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不過在這裡 我也想說可以提到的是 在座各位也許都已經拿到了 縣政府的文學品 這是文學品 可是第一頁 一打開來 第一頁就是 顧縣長在過去四年裡面 纏連了台灣基督議論壇 所做的這些民調的 所謂的金牌的縣長 而且是雙雙縣長 因為花蓮縣又是 全國最幸福的十大城市之一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我想我們今天的花蓮縣的高峰論壇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 就是能夠找出說 我們如何使花蓮縣的縣政 在人口不太多 但是天然資源這麼豐富的一個情況之下 找出一條康莊大道 也就是面對著說 21世紀的無限成長的一個空間裡面 花蓮縣能夠表現得更好 經濟更完整 人民更幸福 我們非常高興的是 在這一次的 這個花蓮經濟高峰會的筹判期間 我們得到相當多的 各方面的一個協助 我們非常高興的是 王永慶文教基金會 來給我們大力的協助 我們台灣土地開發公司 邱生邱董事長 他一直都在支持我們辦理 特別來到金門 到新竹信來做專題演講 花蓮縣政府大力的來促成今天的經濟高峰論壇 那台灣水泥 水泥公司的吳成民孤董事長 他今天也會贏 也非常支持花蓮縣的所有的開發 那我們今天也很高興的是 遠雄文教基金會 來幫 給我們大力的協助 我們今天出席的 有遠雄海洋公園的吳晃羅 吳總經理 感謝他們支持 感謝 感謝 我們中央民國全國總商會 那麼商業總會的張平導 張理事長 也一直都在支持我們的活動 不過今天很可惜 他在台北剛好有邀功 因為要做改選活動 那麼KPMG安侯建業聯合環境室事務所 也給我們大力的一個支持 一下個都支持 那麼安侯建業環境室事務所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尤其是今年 他們在大力的推動社會企業 在台灣算是一個非常新穎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讓整個社會能夠對於一些比較弱勢的族群 運用公司跟社會的弱勢的團體 一起來合作 那麼來建議社會企業 使我們社會們來更為美滿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是 方彥寧資金董事 那麼也參加我們的論壇 我們也非常感謝國立東華大學 蔡英元主任秘書 東華大學 蔡英元主任秘書 東華大學 蔡英元主任秘書 還沒到 那慈濟大學的林清達教務長 非常感謝 裡面 非常感謝 慈濟大學的校長本來也有禮會 但是他到了惠拟 Baig 去做醫診 所以他今天就沒有辦法來 台灣觀光學業的張瑞雄 張校長 他今天也會來參與 同一言之 我们台湾竞争力论坛 在过去的这个优点里边 所有做的事情点点滴滴 都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作为一个会应力组织 我们很希望的是台湾竞争力 能够日渐的一个提升 最后我们希望说 大家一起来创造我们台湾的竞争力 就从花莲县的经济高峰论坛 来作为一个起点 我们来更同心协力 来创造美女的幸福的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